今天新一代結婚 對每件事的細節都很注重 而且最重要是夠獨特、獨特 而且每件事都希望有得選擇和要求 最重要的是不想跟其他人撞款 這一集的知識男女 就跟大家說有關結婚的主題 我身邊有兩位帥哥拍檔 Natan和Ben 對面就是專家Eddie 我想問一下 女生對結婚的憧憬我聽得多 我也想聽一下男士們 對結婚有什麼看法呢 我本身覺得感情在每一段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而結婚就是感情另外一個里程碑 是 我自己覺得結婚 要兩人一起開開心心 就是互相包容就可以一生一世 Eddie想問一下你對結婚的看法 到結婚這一刻 亦是去到另一里程 結婚戒指 很明顯可以幫他們做到一個角色 一個里程石的角色 是 我也知道每次結婚的一對雙人 選擇結婚戒指的時候 都挺煩惱的 因為我也聽說不知道舒不舒服 但因為要大一輩子 不知道耐不耐大 Eddie有什麼意見給大家選戒指 應該選什麼物料呢 其實以前很多… 譬如我們爸爸媽媽的年代 很多人用竹筋去做 但其實竹筋的物料性太遠 它會相當容易變形 可能一個星期三、七天 但現在你看看 我們用18K 而18K有很多 譬如像這隻這樣 18K的物料 但它是實心做的 是 就與一般 有一點畫空的做法不同 它可以提供兩個大的元素 兩個很大的優勢 一個就是耐 簡單來說這個戒指 你十樓八樓 扔上街, 撿上去 也不會變形 也不會變形 第二, 由於它實心 在裡面提供了一點 微卜的設計 形狀 令每個人戴上去都會舒服 所以選戒指 最重要就是簡單、似狗和舒服 是嗎 可以這麼說 你開始了解到 無論是保守一族 甚至乎是新派一族 結婚戒指 在結婚來說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物件 所以要帶一對 結婚戒指 一定要選一個耐用和舒服 因為要帶一輩子 這一集的知識男女時間到 下一集和大家再見面 再見…